我今天來這裡 她手機已經不接了 已讀不悔 就是我之前有要送她禮物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 那她出生的那個月份 就是有一個生日時 就是紅寶 這她很開心 沒什麼反應 自由時報iStyle的所有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賈靜雯 我今天來這裡 她手機已經不接了 已讀不悔 哪一匹媽媽 我覺得可以聊漂亮的豬包 我就聊那個壓力很大 這一條嗎 有點太 你知道嗎 這一顆我可以想吃嗎 先猴子 先猴子 沒有人理我 因為 因為小孩就在忙他們別的事 他們搞不清楚 我兩個小的不知道 然後我大的因為在上課 我先生那時候在廚房煮飯 那是晚餐的時間 所以在背料 然後她覺得你那麼努力 然後有得到這樣 她覺得很棒啊 但是她是淡淡的說 很棒啊 可是沒有那種 你沒有覺得好像有什麼特別不一樣 然後聽完之後 頭皮發麻完之後 就趕快去頂小朋友練鋼琴啊 然後做一些家庭祝福的日常 嗨 各位自由時報iStyle的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張孝泉 其實這個是一直都在 就是 你知道因為前一段時間 疫情 然後戲可能都延拍了 那基本上都都待在家裡 然後也沒什麼運動 然後一直帶小孩 然後就變成 家庭垃圾桶 吃不完的就是把它吃光 所以前一段時間 其實胖的蠻可怕的 原本83左右 83 然後低一點可能80左右 大概這個區間 所以到90幾就有蠻多的 她可能 可能每天看習慣了 就是稍微有點腫 她沒有問 是我自己問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好像腫了一點 我問她說 嗯 還好啊還好啊 然後她說 好像真的有腫一點 然後如果是久沒見的朋友的話 就會說 哇 你好胖啊 然後最近就很努力在運動 對 因為馬上也要開始拍戲了 對 我剛剛其實在展間有很難看 就是我看到台頭很多 紅寶 對 因為我記得我太太 就我跟他爽 就紅寶 我覺得紅寶不錯 你剛剛想說 我覺得我可能要講太多了 就是我之前有要送她禮物 我想說有沒有生日食這個東西 那我就去查了一下 那她出生的那個月份 就是有一個生日食就是紅寶 所以她很開心 沒什麼反應 而且到現在沒戴過 就哇 真的 哇 就戴一下 拿掉 就收到櫃子裡 那是你有想過說 纏了兩三個子 可以給你選嗎 這是我以前會做的事 就是 讓 老婆自己選 但選了就沒有驚喜 那你就會一直被說 還沒有生活情趣 你是有一眼被說過這句話對不對 沒有 我說 可能 OK 我是更狠 對 我就說這個我 你自己用吧 所以她現在是不是比較減少送禮物 她現在都沒有送我禮物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我覺得會是媽媽跟太太吧 因為我覺得 女孩一定對於珠寶 我覺得都會 應該是會非常有興趣的 對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是牛仔裝跟靴子 然後 可能牛仔襯衫 牛仔褲 靴子 然後可能 巴拿馬 草帽 或者是 對 我覺得可以這樣子 需要做選擇 imped 不然 詐不ác 不最優惡 為 不 說不 不是 不是 按摩